他可能往前走不了一步 他们就得被射死 这个人 这两个人 哇 这两个人成了活靶子 他身上插了大概四五十十件 啊哈 各位亲爱的观众们 又是我小飞翔 今天继续来玩我们这个全面智障模拟 那么经过上次的关卡 我们接着玩 这边怎么有一个鸡腿人 在上面是吧 被我发现了 那么我们就比比谁的毛 比较长啊 我们的拿出门的长 哎 哎 拿出门的九十块长毛手 看到没有 你的武器和我的武器 能比他捅他 没 what 我们 我们放后面一点 给你个准备动作 我再给你一次计划 你不要令我失望 你可是 好 我就不信 你可是皇家护卫队捅他 哎 好 经过了三次失败之后呢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下岗了 我们拿这个盾牌兵 应该能格挡出他的鸡腿是吧 帮 哎 没有什么 把他推下去 啊 还不如我们的盾拍兵 拿个盾盾推他 这个 什么进攻 只有一个人 但是我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因为我们有三千八八块钱 现在怎么搞呢 我们拿出我们的国王好吗 一个国王 一个国王配备 八八八八一排攻击手 八八八八的围起来 这个士兵 哎呦 喂 周围果然出现这么多人 哇 完了 周围怎么出现这么多人 还有这么多跳蚤勒 这么多跳蚤 能不能 我的天 我的天啊 我感觉这边呢 被吸引住了 然后这边也被吸引住了 我的国王能不能力挽狂澜 我这个好像掉以轻性了 我感觉事情很简单 但是我没想到事情这么复杂 我的国王好像招呼不过来了 然后我们呢 Oh my god 我好像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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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王能不能打这么多人 这些人好像没有什么 杀伤力对我们的国王来说 Oh my god 我们的国王要打这么多人 我的国王会被击败吗 来 全部冲着我的国王来 来吧 国王一打十 你们这些小僵尸小跳子 打不到他们 是不是我国王太高了 打不到他们 哇 国王的生命力好厚啊 你们这些只能抱我国王的大腿 根本没有什么用是吧 最后个姿势也是非常妖容 So easy 打下面的关 他们这个冰种感觉什么都有 是不是 铁桶这里拿剑 那么我们现在只有1500块钱 怎么打呢 我们还是要不要派出我们的国王 国王就不够了 我们这样打一排 放一排盾牌兵 放在前面 呃 放一二三三四五吧 然后后面放十个 我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厉害的 铁桶铁桶兵好吧 这个阵容应该能 能没什么问题吧 直接正面高 我感觉先打打炕 先试试水 我的先头部队 先测下他们能力 看下能不能打 看下能不能打 哎对很好 非常漂亮 现在发现不能打 再见 可惜 活的人并不是很多 一次长生阵 冲吧 给我冲进去 一次长生阵 不要怕 对对不要怕 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 好好好 感觉现在是势军力 敌吗 力不是力敌 哎呦一打四啊 怎么又是一样的情况 嗯现在就难弄了 我们糟糕 呃药剂石要放在前面一点 这样的话 我们来试试看 药剂石往前扔 扔他们 你怎么只扔自己啊 再扔一个 还没 倒倒下了吗 再扔一个 再扔一个 哎 完了 现在什么情况 哎 哎 莫名其妙 我要活着 我以为我死了 哇药剂石果然厉害 能让他们制造混乱是吧 现在是三打一 哇 顺利啊 赢得胜利 呃 你们这个什么 双斧 给我了四千二 给了我四千二 我要不要 嗯 我觉得药剂石还是很强的 我们这样的吧 拿出我们的阵型 要把药剂石放在最前面 给他扔他们 然后一排 弓箭手 好吧 来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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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清空一下 太大意了 我呗 二三四五六 好 然后放上我们的弓箭手 好吧 弓箭手放两个 放 一二三四 黄冰射手 放四个黄冰射手 再放我们的 超强弓箭手 来吧 这次抵挡住他们的攻击 抵挡住他们的 攻击了吗 哎 后面有四个人 哎 后面有四个人 兄弟们 兄弟们 哎 这个人被冰住了 这个被冰住了 好的 被冰住了 就有希望 有希望吗 哇 这个人太多了 不行 还是不行 我们 怎么打呢 想想看啊 这边的话 我们扛一排 在后面一点 好吧 在后面一点 然后 然后我们的 蛇蛇 放只蛇蛇 放两只蛇蛇 然后我们的 药剂师 放一个 然后我们的一排 一排弓箭手 放的 哎 我们把弓箭手 放的远一点 怎么样 这里放三个 这里放两个 这里放九个 哎 好的 来 这个阵子 这个阵子怎么样 这阵子怎么样 还有蛇来缠住他们 还有蛇来缠住他们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攻击力给分散左右两边 这样我们就能有更多的攻击范围来 你看 我们用到了这个 哎 当他打完左边的时候就发现右边不行了 是吧 游戏胜利 啊 攻击手 原来这么勇敢把他嘴两边给摆开了 这个是什么阵型啊 哎 这边又只有一个人 那么老样子啊 你说我还能再信你吧 我们用盾牌好吧 你的毛利 盾牌 推下 what what 这个不行 推下 我就不信了 哎 很好 哎 把他推下去 我们就获得胜利 舒服 这个什么阵型 有了吗 八千块钱 难道有别的人吗 没有别的人的话 我感觉游戏会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我们最喜欢的寒冰射手 这样子啊 我们现在找到阵型 一边摆一个 一边摆一个寒冰射手 然后攻击手这边摆 打啦啦啦一排 打啦啦啦一排 哎 是吧 哎 是吧 攻击手可以摆在后面 两千多块钱 摆两个药剂石摆在当中 两千多块钱的话 一些正面的视频就给我们卡住 咕咕咕咕咕咕咕 再放 再放一排盾牌兵 哎 我们这个阵型非常的 非常的合力吧 哇 你看我们弓箭手 直接远距离攻击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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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万箭齐发 万箭齐发 哇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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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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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抵挡住我的弓箭吗 你能不能抵挡住我的弓箭 我的弓箭手 哇 韩冰射手厉害了 韩冰射手还有群铁EOE效果 能把他们冻结在原地 他可能往前走不了一步 他们就得被射死 这个人 这两个人 哇 这两个人成了活靶子 他身上插了大概四五十十件 我就不数了好吧 我就不数了 不想数了 他们死 他们死也太惨了 这个阵容 这个阵容非常简单 我觉得韩冰射手非常的厉害 韩冰射手放在了 这个位子 放后面 然后我们这边 这边拿一排盾牌兵堵住他们 不要放在上面 no 不要放在上面 好 然后再放两个蛇 放一个蛇 再放两个药剂师 我们的标配 剩下的话 我们要不要全部放 要不要全部放韩冰射手啊 呃 再放十个弓箭手 呃 再放十个卫兵好吧 这样打 哎 这个阵容 他还放到了我们的底盘 哦 好的 韩冰射手 感觉这地方比较小 我的射手在后面 输出的很舒 输出的很舒服 可以的 可以的 他们根本就过不来 我们的后面的射手群太强了吧 我感觉他们过不来 我感觉他们过不来 哎哎 盾牌的 再扛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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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获胜 哎 屁屁屁扎雷剑吧 屁屁扎雷剑吧 还是我的冒场 捅他 哎 把他捅下去 赢了 nice 我们占据了有利地形 嗯 我们来看 今天的最后一关好吧 我们就先玩到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关啊 这个是什么 盾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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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盾牌吗 后面还有个国王 但是只给我四千块钱 没看错吧 这怎么玩啊 哪两个宙斯打得过吗 我们先来看看哪两个宙斯 我的宙斯已经没了一个吗 好像可以 好像可以 我们宙斯打过王 试一下 拿宙斯打过王 国王怕怕惦记啊 国王好像有厉害的样子 走近了就不行了 走近了就不行了 我们就用一个宙斯 加一个国王 好吧国王走到后面一点 然后600块钱放什么士兵呢 放死 放放放这个士兵 放士兵 放在国王前面 冲吧 我们宙斯 宙斯还是很厉害的 宙斯 子 不是啊 我后面还盾牌兵 完了 我们的国王要走进去了 我不想让我们的国王先作战 先想 先想让他们用宙斯 消耗他们下 这次的话应该 能胜利吧 我的国王加上 国王加上宙斯 无敌组合 两个国王打在一起 我还多个宙斯 怎么说 你还打得过我吗 哇 两个国王缠斗的 诶 凭什么我的国王倒地了 打他 再来 nice 挡不住我的闪定力量 好吧 那么我们今天游戏时光呢 就玩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小朋友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